贵敏 科技的发展日新月异 随着科技的发展 我们的产业的结构呢 也随之的变革 尤其在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智慧型手机 所引发的行动 网络的一个革命 透过这个革命的行动 我们看到它所产生的火花 就像是隐石撞地球一样 它摧毁了巨型的 科技传统产业 但是同样的 它也创造了新的产业的模式 在行动网络革命的这个时代呢 我们看到其实分享的经济呢 它这样的一个新的 商业模式的一个产生 透过网络平台的磨合 透过GPS的定位 透过社群网站的建立 以及便利的线上支付系统 我们看到我们的资源 不但可以拥有 我们的资源可以分享 而且还能够创造出新的经济的效用 透过这样的运用的方式 我们更可以发现 我们所谓经济发展的成本 它是可以大幅度的降低 对于这一点 我们看到国外的产业呢 它充分能够体验 而且它已经大肆的布局 举例来说 我们看到汽车工程的Uber 我们看到短期租屋的Airbnb 这两家公司单纯从去年 它的营收 一年的营收 它的价值就达高达千亿的新台币 在这样的一个分享经济的网络时代 我们知道下一个经济体 可能可以透过网络的行动 为台湾创造更大的一个商机 事实上除了国外之外 台湾有没有 要跟大家报告的 台湾绝对不会缺席 我们以举个例来看 我们以台大学生 他所创立的Couple的 共产的一个平台 事实上它是类似 像Uber同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我们要问自己的是 这样的一个新的商业的运用的模式 在台湾能不能够存活 在台湾现有的体制之下 能不能存活 我们都知道 法令应该要与时俱进 过度的一个管制 跟全然的一个放纵 都不适合产业的发展 对于消费者的权益来讲 它也有所损害 但是我们这些的法令的管制 跟它的变革 事实上在行政团队 在立院同仁 你我的手上 怎么样子才能够 为我们全民磨福利 怎么样子才能够 让我们的法令与时俱进 让我们共同努力 在全面禁止 跟全面放纵之间 请修为文宴 请修为文宴